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经典的温情科幻片 ET外星人 一群远道而来的外星人在地球探查 他们对地球上的植物十分感兴趣 于是使用他们独特的设备想进行采集 想要回去好好研究 采集完之后 外星人正准备回去时 不料碰到了前来游玩的人类 于是他们成群结队坐上宇宙飞船 想要立即离开这里 其中的一个外星人因动作太慢落在了后面 害怕被人类发现的他躲避之中 没有赶上宇宙飞船 无难之下只好栖身于一个田地之中 家住田地般的男主察觉到了动向 于是拿着手电前去查看 男主是一个小孩子 天生浪漫的他 并没有因为外星人奇特的外星而害怕 反倒感到奇特有趣起来 他用自己喜欢的糖果试图吸引外星人 来让他跟随自己回家 懵懵懂懂的外星人 发现男主对自己并无恶意 于是就傻傻的跟着男主到了家中 从此自己跟着外星人一起居住了 男主这样想着和外星人合一而睡 度过了兴奋激动的一夜 第二天 男主就迫不及待的将外星人介绍给自己的哥哥 还没等男主把话说完 碰巧看到外星人的男主妹妹就发出了尖叫 但孩子毕竟是孩子 发现外星人没有恶意后 很快打成了一团 甚至给外星人起了个名字叫ET ET经常环游宇宙对浩瀚星空中形形色色的事情所知颇多 他经常给三人讲宇宙中的故事 不仅如此 ET还能使用超能力让物品悬浮在空中 更使三个孩子震惊无比 三人和ET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感觉越来越难离开ET了 ET在与男主等人的相处中逐渐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更为奇特的是 竟然与男主建立了神经上的某种联系 两人可以同习同优 甚至感知对方了 但ET毕竟身处异乡 很快就像自己的同伴了 男主三人表示理解ET 并且齐心协力帮助他 制作通讯设备 换来ET的同伴前来接ET 为了使信号传播的更好 男主甚至骑车将ET带到了山上 不料经过来来往往的折头 男主和ET都病倒了 家人为了给男主治病 将男主送到医院后 也发现了ET的存在 一转时 十船百 大批警察和科研人员赶来 想要调查外星人 可ET已经奄奄一息了 地球上的医疗 也无法对他起任何作用 被动的男主 站在ET身边跟他告别 这时 ET的同伴终于前来唤醒了ET 还被等男主高兴于ET的复苏 就伤心地发现 ET就要离开了 告别之际 男主和ET神情相拥 ET不舍地 江头椅在男主肩上 并同另外两个小伙伴告别 影片中 外星人的构型很是奇特 萌萌懂懂的样子 呆萌的神态 都改变了观众心中 外星人可怕的形象 使人很容易就感受到 外星人与孩子之间的温情 影片中很多场景 都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男主和外星人 一起骑着自行车 漂浮在空中 穿过一轮圆圆的月亮 整个场面温险又浪漫 谁的童年 没有天马行空的幻想呢 影片最后 相信很多观众 都会对这个可爱的外星人 有所不舍吧 ET的形象 多年之后 还是很难以挽怀 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 温情科幻电影 好了 今天电影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